北冥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为儿鸟 其名为棚 棚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已若垂天之云 现如今自主品牌动力是一家比一家强 此前有过蓝鲸动力巨浪动力 蓝鲸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现在奇瑞也不甘事入 推出了它的昆蓬动力 昆蓬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蓬鸟 是昆鱼所变化而成的蓬鸟 这个可比蓝鲸要大得多 2017年呢 奇瑞推出了它的1.5T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37.1% 2019年又推出了热效率更高的1.6T发动机 现如今就推出了它的全新的昆蓬动力2.0T发动机 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热效率数值 但是在动力参数上相当亮眼 最大功率187千瓦 最大扭矩了390牛米 巧了 现在那三款动力全部搭载在了瑞虎8的上面 我们今天试驾的呢就是瑞虎8昆蓬版 也就是搭载了昆蓬动力2.0T发动机的那一款 这么强的动力参数放在了这么大的一辆SUV上面 而且还是两驱的版本 会有什么样的性能表现呢 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进入测试环节 经过我们实测 瑞虎8昆蓬版0-100公里的加速成绩为7.9秒 100-0的刹车距离为38.7米 车内的分贝表现 在怠速的情况下 车内分贝为43 在时速60的情况下 车内分贝为56 在时速100的情况下 车内分贝为65 测试环节结束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款车给我的一个驾驶感受 首先相对于之前的1.5T和1.6T发动机 这款2.0T发动机给到你的动力是非常充裕的 但是呢 它又不是属于给到你那种很突兀 很强劲的那种风格 而是属于源源不断 一直有使不而进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 当我的时速到了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 我再一次加速依旧能够给到你信心十足的风格 动力方面 从我们刚刚的加速过程当中的实测成绩 也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台车的一个实力了 并且呢 它的动力的灵敏度是属于很跟脚的 属于你踩多少有多少 在我们的日常匀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转速依旧能够保持在1800转 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也是完全能够照顾到我们的燃油经济性 那我现在呢 是在普通模式 当我把油门踩到一半的时候呢 它整个的动力的爆发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这个时候呢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动力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加速超车来说 只需要对于它的这个油门进行一个熟练的掌握就OK了 我现在切换到运动模式 在运动模式的情况下 它的油门响应的积极性 以及速度攀升的这种迅猛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许多 这台7速双离合变速箱在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 你不太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 因为它和发动机匹配的平顺度 以及发动机升降档的这个积极性呢 还是不错的 当我们想要突然加速的时候呢 它其实稍有一点点的延迟 但是呢 不会很拖它 这其实也是照顾到了我们平时的一个舒适性 毕竟这台车它主打的主题 依旧是家用的一个舒适性和节油性 它的刹车踏板呢 设定是属于比较偏轻的设定 只需要轻踩刹车 它的初段其实就有反馈了 并且呢 踩下去的整个过程当中 是属于比较线性平顺的 这个其实对于家庭用车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你哪怕是新手第一次上手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刚刚经过我们实测 它的刹车成绩 其实对于这么一辆已经超过1.6吨的中型 SUV来说呢 这个成绩算是相当优异的了 那发动机的排量虽然变大了 但是它整体对于噪音的控制水平 还是相当到位的 在我们驾驶的过程当中呢 发动机的噪音并不是很明显 并且当我们时速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 车内的噪音控制依旧是相当到位的 并且它的前排是有双层隔音玻璃的 这辆车的底盘和转向呢 给我的印象就是两个字 韧性 首先底盘方面 它并没有为了一味的追求舒适性 而失去路感反馈 转向手感方面呢 它也并没有为了追求舒适性 而失去跟驾驶人的交流 其实虽然这些表现谈不上是很经验 但是这部分的沟通感 我觉得是需要你和它 在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去好好地感受和体会的 作为一款年度改款车型 它的售价呢是99,900到144,900 除了我刚刚说的动力方面的变化 其实它的外观和内饰也有一些微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整个的前格山是不是已经占据了整个前脸了 并且呢前格山的内部呢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之前的那种设计现在变成了点阵式的格山来进行装饰 配备了矩阵式的LED的大灯 并且大灯组内部的结构 以及下面雾灯区域的造型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前脸看上去更加的有视觉冲击力了 车尾部最大的变化就使用了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 那此前现款车型上的logo呢是在尾灯中间的这个区域 现在取消了变成了奇瑞的英文logo 刻在了上面凸显了整个车的高级感 那既然是新增的2.0T的动力了 在排气管方面呢也从之前的方形布局 变成了现在的双边共四处的圆筒式的排气布局 也是凸显了整个车的运动气息 再来看一下左下角有一个390T 这个可是锐虎8昆蓬版独享的 它呢也代表了奇瑞此刻动力的最高水平 好了外观的变化就这么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车里面看一下 内饰的变化呢 中共区域采用了银色饰板和木纹条来进行装饰 看上去更加的有质感许多了 而且中共屏呢也采用了一个立体感更强的一个造型 它的车机搭载的是熊狮3.0智云系统 里面呢包含了有这些很多的娱乐系统 包括喜马拉雅或音乐这些 并且车机的流畅度也非常的不错 锐虎8昆蓬版呢是包含了AI人脸识别 AI云管家还有AI车辆远程控制等功能非常的方便 并且它还拥有三个中身 流量中身免费 OTA中身免费升级 发动机中身免费之宝 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价位能拥有这么多的功能 说实话是真的很有诚意了 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个空调控制区域呢取消了现款车型上的两个大旋钮 变成了全处控式的了 说实话看上去确实是更有高级感许多了 但是我更喜欢现款车型上的那两个大旋钮 因为我在驾驶过程当中的时候 去忙操作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再来往下看 挡霸的位置呢也发生了变化 往中间移了一下 做了一个中央区域对称的感觉 而且启动键也从方向盘的右侧 变为了挡霸的左边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习惯了现款锐虎8车上的那个按键的话呢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习惯这个位置了 座椅呢包裹度还是不错的 并且柔软度还OK 并且大家仔细看 座椅的后面呢是有瑞虎的英文logo的 而且头枕呢也比现款车型更加柔软许多 这样靠着呢能够调节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瑞虎8空洞版呢是提供5座7座可选 那我们这次拿到的试驾车是5座车型 我来试一下它的这个空间表现 前排已经调制到了我驾驶的一个坐姿 现在我的头顶呢还剩下一拳四指的一个距离 前排是我驾驶的坐姿 大家看到呢我这个身高坐在后排空间太充裕了 腿部空间呢还剩下一二三四拳左右 头部空间还剩下两拳有余 如果呢你有经常一家人出游的一些需求的话呢 是可以选择7座版本的 满足你一家人出行完全不是问题 那总体来说它的这些变化就这些了 但是我是觉得和现款车型相比呢 确实能够看到瑞虎8在不停的在进步 瑞虎8空洞版这次的升级呢 主要是在它的2.0T发动机上面 其实这一块呢就让它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的竞争 倍增10多万的价格你能够买到空间很大 动力又很充裕的车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我是舒静我们下期再见